歡迎那麼多來臨澳門科學館網上教學資源平台 我阿Kid 好了我們新的一集準備開始了 但是如果對上一集的內容有些不明白 或者完全沒有看過上一集的朋友 我建議先看上一條影片 如果不是的話可能會對我們這條影片會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好了我們就開始了 接下來會說最後有三個功能 分別都有Message 1的文字 第一個叫做當收到訊息Message 1 第二個就是廣播訊息Message 1 第三個就是廣播訊息Message 1並等待 這三個功能通常會一起使用 而這四個功能的特點就是 可以指示不同的角色去依賴一個角色給命令 去同時做不同的動作 我們現在可以先做多兩個角色出來 這裡就隨機正兩個角色 一個就是一隻蛋 另一個就是 有一個公主在這裡 現在我們手上有三個角色 我們就指定交給貓仔去做一個命令的功能 我們要怎樣命令它呢 首先我們就需要用一個當綠色旗微點擊 然後我們再選擇廣播訊息Message 1 也就是叫小貓仔 當我們按了綠色旗的時候就會 說一組訊息 去說給其他的角色 去做一個廣播的動作 指令他們會做什麼不同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就需要在其他角色做一些手腳 我們先自一隻蛋 選擇一隻蛋之後 我們要怎樣令它收到訊息呢 就需要用這個當收到訊息Message 1 然後我們再去指揮他的動作 譬如我們現在叫隻雞蛋 說一句叫做說出黑露5秒 就可以改了 說出黑露5秒 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這個是指雞蛋的部分 然後我們要公主說拜拜 我們也可以選擇事件的地方 把當收到訊息Message 1 放在公主那裡 然後我們一樣選擇外觀 這次我們就改為byby byby 也持續 不要 完成了這個部分之後 我們試試運作一下這個程式 綠色旗開始 就會發現到 我們這隻貓仔 給指令牠的時候 收到一個報告Message 1的時候 他們收到訊息就會做不同的動作 一個就說了hello 另一個就說了bye 的功能 至於說話 可不可以叫貓仔都去說話呢 是可以的 我們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對著貓仔使用 我們一樣選擇事件 然後我們也要對著貓仔的部分 選擇這個收到訊息Message 1 我們收到之後要牠說什麼呢 我們常常說1,2,3 1,2,3 都是5秒 我們再混了一次程式看看 我們三個角色都會說了三句不同的說話 最後會有一個叫做 廣播信息Message 1並等待 這個功能跟廣播信息Message 1相似 但是它會做多一個步驟 就是等待 等待還有什麼用呢 其實這個功能是指 如果在後面 想叫貓仔再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就會用到 廣播信息Message 1並等待 這個功能 現在 叫貓仔做多一個動作 就是叫牠 劃行1秒 回到畫面中間 畫面中間就是兩個X和Y都改造0 我們再試一次 如果成功的話 首先他們三個角色都會說了三句不同的說話 然後貓仔就會移到畫面中間的地方 移動的時間就是1秒之內完成 我們嘗試看看 多貓仔說完之後 它就會 自己移動到畫面中間 這個程式就會結束 在這個部分 因為這次的內容相對難一點 先讓同學嘗試一下 廣播信息Message 1 以及收到信息Message 1的功能使用 先讓我們分享 我們這一課的時間大概來到這裡 如果同學們對這一集的內容是有什麼不明白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在下一集結尾的時候 會讀我們留言版的問題 去回顧同學到底有什麼不明白的 我們下次見 拜拜